人幻法师 如何念佛才能产生作用 广西灵阳寺 2007年五一念佛七法会开示录 5.3下午 如何念佛才能产生作用 念佛为什么能给身体健康 作用在念佛的功德上 因为生命的信息跟阿弥陀的信息是同类同步的信息 当你没有念 那么他就没有活起来 当我们念了 他就活起来了 产生活动 本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都有这样的生命密码 也可以说南无阿弥陀佛是生命的密码 你没有念等于他死了 当你念起来他就等于活起来了 为什么有些人念20年 30年又没有产生作用呢 为什么有些人念一下马上有灵感呢 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个方面弄不清楚 包括我原来也不明白这个道理 在去年下半年才找到这个答案 原来是 如果我们带着烦恼来念 不但不得到好处 往往还变成反作用 如果你带着快乐的心来念 乃至一念也产生作用了 你虽然念20年 30年 等于2 30年来都是烦恼的念 所以就没有产生作用了吗 不但不产生作用 自己还一样有痛苦 因为烦恼莫有断吗 讲到这里 因为善导大师在解释《无量寿经》当中 他就是有这么一句话让我产生很大的怀疑 哪一句话呢 不断烦恼的涅槃 我想 怎么说不断烦恼一样得往生呢 因为我怀疑这句话非常严重 我讲不可能有这么回事 所以为了这句话 我专门用功了解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这句话近代大德印光老法师也在解释 就是叫做戴业往生 但是对不断烦恼的涅槃这句话 我还是觉得好像不够圆容 人还是要断烦恼的 烦恼不断 那就叫烦恼世界了 不会叫做极乐世界 但是戴业往生和断烦恼 应该是分开来说 戴业往生 就是说我们过去造了很多的业障 那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的 但是佛能原谅我们 给我们决定往生西方 这是实实在在的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 我观察了两个往生的人 如果病人带住非常严重的烦恼的时候 祝念非常辛苦 说不定你祝念今天也不会产生作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前提工作是排除病人的烦恼 阿弥陀经里面最后教我们 拔除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 所以要往生人得到最直接的好处 应该先拔除业障根本 这样才能断烦恼 才乐得起来 因为人在痛苦的时候 能乐得起来吗 乐不起来的呀 我们念佛末有得到好处 一般原因在缺少情法的学问 末有带住信心欢喜来念佛 念佛往生要念多少才能往生 近代也有人提倡积千万念等等 如果积千万念才得往生 那为什么无量寿经说 乃至实念 决定必生 那不是跟佛说的话相违背吗 我认为我们学佛人 应该不要以哪一位大德位标准 特别是你们也不要以我位标准 应该依教奉行 以经文为主 为什么以经文为主 经文是佛讲的 大德法师不可能代表佛的 在理解经文上 一句话各有各的说法不一样 有些利用禅宗的观念来理解净土 有些用密宗的观念来理解净土 净土就是净土 如果用禅宗来理解净土也错了 用密宗来理解净土也错了 所谓净土 一 心要净 二 本法门不佳 咋有其他宗派的观念 而且一三部经文当中 无量寿经是红院门 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 这两部经 叫做修行门 红院门和修行门有什么区别呢 我过去对佛的观念也有理解上的错 我们经常说请佛慈悲 这句话是非常错的 希望我们真正的念佛人 要纠正这句话 不能说请佛慈悲 为什么不能说请佛慈悲呢 因为 难道佛还不慈悲吗 我们要请他他才慈悲吗 佛本来就慈悲了 不用我们去请他慈悲 应该说我们接受他的慈悲 因为在无量寿经里面 佛发宏大的愿 说 我在接引十方众生来我国土 共同享受我的国土的极乐 佛愿望我们众生接受他的接引 就是完成任务 为什么我们念佛能得到健康呢 本来灵魂也莫有善也莫有恶 也没有什么烦恼 但是我们的色身有善 有恶 有烦恼 所以才有痛苦 我们凡夫和佛菩萨是两码事 凡夫是灵魂为色身服务 意思是灵魂要听色身说话 色身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佛菩萨是色身听灵魂指挥 灵魂叫色身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们跟佛菩萨是相反的 为什么这样呢 做到知足常乐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3w.swift.net 斜杠NR斜杠Article63斜杠626610.html 请不吝点赞,订阅尔杏团